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大部分的个股 它是呈现了下跌 也就是说 陈洛的指标 它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 那在这样的格局之中 到底该怎么看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 针对大盘会花一点时间 来告诉大家 然后也延续我昨天的话题 谈到了陆行之 陆分析师 他在探讨NVIDIA的 一个财报的过程之中 他点出了几个 我说逻辑非常的正确的 一个问题 但是它那个方向 本来就是如此 面对AI的伺服器 未来的变化 我们的选股的逻辑的方向 又该如何的转弯 这是在今天里面 我们节目的一个重点 所以台币股市 在今天开高走低 我个人认为 是非常的一个正常 也就是说 在整个一个美超委的下跌 在NVIDIA的一个 大涨的过程之中 因为市场上面 不管是法人 不管是在大户资金 其实都不敢压 都不敢压在整个一个 所谓的 灰达的一个财报里面 因为灰达它在整个财报上面 我说财报非常亮眼 大家没话说 问题就是它的猜测 能不能够达到 当地分析师的预期 对于未来的展望性 能不能达到 谁都没把握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灰达 能够100分对不对 就没有想到灰达真的交出 100分的一个成绩单 可是大户的手上没有货 法人的手上没有货 那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它会拉上去吗 当然不会 这就是股市现实的一面 它如果要拉 它也会用它震荡压低的时候 然后再去做一些的进场 再来去看筹码面的变化 这就是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之所以开高走低 而AI相关的概念 跟不上原因也是在如此 那我觉得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第一件事情 因为它到了19000点 19000点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压力区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去试算 它已经在第五波 第二次的延伸的推动波的第五波 所以会看技术面的人 都会比较小心 也就是说 你不知道它会有几次的延伸 但是第五波的推动波以后 会担心它的一个修正 它是非常的合理 那我也说过 第五波的一个延伸波 从第一次的延伸 第二次的延伸 到这一次里面 第二次的延伸 135它称之为推动波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它难免在市场上面 就会有逢高 获利了结性的卖压 那我说过 在今天再涨 这个KD指标它就不会背离 那重点就是在这个量上面 你呢 你必须要有量有价 像今天是有量 但没有价 你这K线图里面是开高走低 那你也是没有用的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 在整个一个所谓的内置的市场 它代表是OTC的一个市场 那你可以发觉到 OTC的市场在今天创高 是不是一样开高走低 但是它的KD指标呢 它比集中市场上面更早去进行什么 更早去进行的修正 所以我说指标在高档 不是不能够涨 不是不能够涨 但是你必须要有量跟有价 两个条件并存之下 它才可以涨 那所以你在这边的选股里面来讲话 你要去选择高高在上的吗 你当然不是 你宁愿去选择它的KD指标 不要在高档上面的修正 因为你高档上面的一个修正 你会相对性的比较危险 有时候一个修正 可能一根停板 10个percent就不见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已经进入到2月的下旬 到了下个礼拜 是不是就是要开始进入到3月份 3月份里面来讲 第一个你财报空窗期就变很短 你要公布2月份的营收 再过来你就要公布去年的一个财报 你现在里面有很多是用筹码面里面 去炒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你能不能够通过这些财报的考验 那你财报的空窗期也很低 在过去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能在整个一个所谓的11月份之后 到公布年报是到3月份 你有4个多月是财报空窗期 你现在里面你3月要公布去年的年报 然后再过来你第一季的季报 你5月中你又要公布 所以你财报空窗期很短 再加上如果你是軋空的个股 你在最后的回补日里面来讲话 之后就是最后回补日的前一个礼拜 它会往往出现什么 如果你是纯炒作的 它就会出现股价的高点 因为要在你后面里面来讲话 假设你这家公司去年不赚钱 你也没有办法配股配息再次的軋空 所以这个部分都会产生的一定的台北股市上面 涨多之中的震荡 那大家来讲话就会探讨说 云霄节过元宵节到底会不会变盘 我觉得元宵节它的意义是在于 涨多之中可能的震荡跟修正 它并不是来自于景气上面的变盘 那为什么它不会是来自于景气上面的变盘 那很简单 因为挥达也好 整个一个美超围也好 它已经把AI定掉 就下一个季度里面来讲话 它好还是坏 它还是成长的 所以它并不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变盘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在之前谈到说 第一季或许基本面还没有那么的强 很多的利空 它其实都造就你的买点 尤其去年财报的利空 因为假设有些公司是因为会退的损失 你今年的第一季就是会退型的收益 那你看很多的公司里面 公布财报有继续跌吗 没有 它反而反映在今年的一个成长性 这就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日KT在高档 它的条件就非常的严苛了 它必须要有量有价 双条件并存 你才可以持续的顿化再攻 只要一个条件不存在 像今天开高走低 你看OTC市场就交叉向下了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量缩也不能够追 KT指标交叉向下也不能够追 两个条件有量有价 它才会持续的动化 你才可以持续的去做追买的动作 只要缺一个都不可以用追买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短线上面一样 你偏多到日KT指标交叉向下为止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从集中市场跟OTC市场 你集中市场还没有交叉向下 你OTC市场已经交叉向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OTC市场 它是一档个股 那如果你是做短线 你当然可以短卖 因为它交叉向下了 看到没有 OTC交叉向下 你可以去做短卖 假设了股票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切入一档个股的资金 你至少要切割成两份 你不要一次去做买满 你一次买满你的风险就会很大 因为它有时候在震的时候 在震的时候 你把全部买满 你的心会心惊胆跳 你很容易有追高与杀低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就分成了几件事情 一定要去留意 第一件事情 有量无价 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 有价无量 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 只有双条件并存 有量有价 行进间进行的换手在工 那就会形成的顿化 你才可以追 不然的话你现在买股票 只要是KD指标在高档 我的讲法都不变 你就是必须把你资金切割 你一定要保留到 未来里面来讲 因为KD指标不可能永远在高档 一定要保留到 它开始修正向下 或是你现在去切入的股票 你的KD指标不是在高档 不是在高档 不是在高档高位阶 不是纯炒作的个股 有基本面的个股 那这样才可以 不然的话你在未来里面来讲 财报空窗期 越来越短的时候 你股价的震荡跟修正 就会更大 那短线上面的关键强弱点 仍然以最大量 最大量的多方缺口的下源 是18115 所以你还是以18115 为极短线的强弱关键点 那在短时间的台北股市 我说这个部分 是我比较不喜欢的 也就是说你融资的增加 不代表一定是散户 可是融资的增加 有没有有人是散户 一定是有 所以你这个里面 你就要自己去做区分 你要避开融资增加 而价弱的个股 你不可以去做买进 不然的话在这个时间点 它会洗到你脱皮为止 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所以融资增加 而价弱的个股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那像今天里面来讲 腾弱指标好不好 当然是不好的 你今天指数再怎么涨 你都是下跌的加速这么多 今天上涨465加 下跌785加 这边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那这个又代表内资的市场 所以当你指数在涨 你内资就是在偷跑 所以OTC率先的交叉向下 因为它涨多 所以我说元宵节的变盘 是来自于涨多之中的压力 因为美国股市没有涨跌幅 你今天NVIDIA的利多 或是你美超委的利多 你往往短期之中就会反映 反映完之后 它也要反映到 未来里面来讲它的费的 它的财政政策上面 到底决定如何 短期中不会降息 美国股市这么的强 它不会降息 虽然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产业 只有AI独霸 其他来讲的话都不好 或是有些银行个股 因为股市在上涨 它操作的不错可以涨 其他他们的产业都不好 这反映回来台湾也一样 台湾如果你不是AI的个股 上面来讲哪一个好 也没有好的 除非我讲的绿电以外 大概也没有太好的 这就是在目前全世界的全貌 很多人就说 那AI会不会泡沫化 我说AI怎么泡沫化 AI才刚开始而已 AI会有涨多 下一个循环的AI 也就是说我说AI有很多部曲 第三部曲都还没开始 怎么会AI泡沫 只是它的循环会不断不断的改变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要留意的就是 涨多之中 无均线乖离很大 它的震荡是在所难免 KD指标在高档 必须双个条件并存 如果没有量没有价 它都很容易修正 就是在元宵节过后 你要去做留意的 那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要探讨几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来自于陆行之先生讲的 我就说陆行之先生讲的说 NVIDIA的财报好 它不会很快乐 它也没有很兴奋 不会exciting 原因是你挥打的一个增加 你当然会对台积电 台积电你的订单是增加的 可是不要忘记 当时候台积电在300多块钱 400多块钱 就是陆行之先生 跟另外一位舰长先生 不断的提出利空的言论吗 我没有说错吧 在当时候里面 我们也对抗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整整一年多 我说你一路报到2024年 那也验证出来蜀方说的 那我个人来讲话 跟大家讲过说 陆行之先当时候在讲台积电 我觉得那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是 没有办法 你现在日本股市的大好 难道不就是美国的福祉吗 你台积电要到美国去做投资 难道不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家 规定吗 那是没有办法去做避免的 但是陆行之这一次 在探讨NVIDIA的一个 所谓的观念 我说它的逻辑是完全的正确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就说第一个 对台积电加的订单当然不错 可是你过去为什么不讲 那另外一部分他就说 这个时间点 也不用高兴的太早的一个原因说 譬如说NVIDIA最大客户 就是OpenAI 就ChatGPT的部分 他要摆脱NVIDIA的八皮 我就说NVIDIA的八皮本来就是 我如果是Microsoft 我如果是Amazon 亚马逊的部分 我如果是Meta 就是过去的脸书 我或是微软Microsoft 我希望让NVIDIA赚这么多吗 一个晶片赚四倍五倍 当然不愿意 这个区块 我说很容易赚钱的 谁不想流口水 谁不想把手伸进去 当然是 他们当然是 所以才会有AI 伺服器到所谓的ASIC 百花齐放 还记得我大家之前讲过吗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NVIDIA 它赚的钱太多了 大家都会想 手伸入到这个区块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的OpenAI就要去重组半导体 那其实它只要重组 或是加大AI晶片的设计 软体替代方案的生态设计就可以了 那其他数据中心的客户也会受不了 自己都会去研发 IC设计之中的AI晶片 来去支持替代方案 那其他我就不用讲 昨天我在这边讲过 我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未来的AI伺服器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公司能够因此而受惠 很多人看到这样子 就说那AI伺服器不行 错了 它正在告诉你 AI伺服器未来里面 它不会是标准器 也就是说 现在里面大家没办法 因为NVIDIA GPU 它就是最棒 还有AMD 它的一个GPU 也是非常棒 非常的快 对不对 所以现在所有的AI伺服器 标准型 全部都是按照什么 全部都是用他们的晶片 那未来里面的客户 就会设计自己的AI伺服器 设计自己的AI晶片 那谁能够因此而受惠 是标准型 还是能够去按照客户专案设计的AI伺服器的公司 当然就是能够按照客户专案设计的NRE ASIC 专门的伺服器的公司 就能够因此受惠 我举例在之前里面 我们谈到了3661的世新 它之所以可以从之前里面来讲 输给创意 当时候六七八百块 输给创意的一千两百块 连路以来涨到四千块 原因是什么 就是客制化 了解吗 客制化的细致材 然后专门帮谁 帮亚马逊 那有没有这些的公司 未来里面也是客制化的AI伺服器公司 有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 不是你看到的所谓的NVIDIA 昨天大涨了16% 或是美超委大涨了多少 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中 未来的变数情况存在着 但是AI的巨轮仍然正在滚动 我们在台湾之中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住晶片 这个大饼 我们如何去掌握住它的变化 如果能够去掌握住它的变化的 那在未来里面 AI这个区块上面就不会缺席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会来告诉大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跟上蜀方的一个操作 让蜀方陪伴你在龙年之中 你的财富龙中来 而且我说过这个时间点 尤其在三月份 它就是对的时机 三月份不管公布第二月份的营收 不管公布去年第四季财报的一个利空 都是有你临接财富 比较好的买点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一次里面元小姐的变盘 台北股是有涨多之中的 震荡跟修正要不要怕 我觉得不是你要怕的 而是在震荡跟修正的时候 你不敢去做买好股的准备 那这样的话 你在未来里面才会后悔 或是你在不对的时间点 去过度的投机 去追高了一些 在未来可能会跌幅比较重的个股 这是你要去做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三月份是一个转换期 投机股转换到投资股 一个很重要的时机 你要投资在未来对的产业 对的个股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一些的联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群方位 所以在面对在未来里面 它整个一个从第一部曲的 AI伺服器到ASIC的改变 到第三部曲 就是到所谓的一个消费性的电子 所以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从GPU到CPU 很多的一些的公司都想要加入 不管是挥达从GPU要到CPU 安谋的部分也是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寡占性的 或者是你要选择 就是能够配合客户 客制化的AI伺服器的公司 这就是你的选择 所以在之前里面 我们在700多块钱 800多块钱 800多块钱以下 跟大家讲过川湖 川湖是不是就是 它是属于寡占式的 它是属于滑轨式的寡占 可是它KT指标过高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还记得我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讲过1500块钱讲的围影 你来看我讲它的原因是 大盘KT指标在高档 它是已经修正到低档 这是第一件事情 它修正到低档 第二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原因就是 未来里面 当你不管是亚马逊 不管你是Meta 不管你是Microsoft 你都要开始自制晶片 自制的AI晶片 自制的AI伺服器 谁能够用这种不同的ASIC 帮你做出不同的伺服器 以目前而言 台湾里面的公司 全部几乎都是做 所谓的伺服器的公司 只有一家 它就是6669的围影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我在之前 1500块钱 1800块钱 在这一次里面 1800块钱 而且买的时候 告诉你的原因的部分 是第一个 它第一季工作天数少 但是它可以逆势的成长 再过来 我们刚刚有谈到 譬如说 整个一个世心 为什么能够大涨 就是接亚马逊的订单 这亚马逊的ASIC 伺服器里面 第一季开始小量生产 上半年 600到1000个机柜 但是下半年 4000个到5000个 这是几倍 也就是在今年 可以成长到 113块钱左右的 去年是68块钱 这块要成长一倍的公司 那目前KT指标 已经修正下来 那你自己去做留意 因为2月份工作天数少 等到3月份营收再上去 你就不要说 我又没有先讲 我喜欢把话讲到前面 跟窗户一样 窗户我也跟大家讲得很白 我说700多块钱我要买 我买了几个客户 啪就拉涨停了 那我后来840以下 我又开始去做买进 那也是继M31之后 告诉大家的 就像整个一个3奈米的制传 在这种过程 我只跟大家讲两家公司 我有像其他人 这个涨是鼠方的 那个涨是鼠方 只要有涨的都是鼠方的 我没有这样子 我就讲 我只有讲两档个股 一档是3680的加登 而且我在讲的时候 你们也不相信 当时候是350 360 370 在这边 对不对 那时候我说 整个一个股票在低涨的时候 哪一个技术面是多头 没有技术面是多头 你还看到法人在卖 就到今天的一个涨停板 哪一个技术面不是多头 通通都变多头了 今天里面 从我跟大家讲到 今天的高点 471.5的涨停板 这有没有差100块钱以上 300多块钱差100块钱以上 这是差了三成以上 那1560的一个中砂 在同时间是在这里 今天在最高已经295了 可是我说乖离太大 而且它本益比更高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去年的中砂的本益比上面 它可能会更高 中砂是在今年的3奈米的耗材 跟2奈米的耗材 它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从美超围的过程 之中里面来讲 你要去看到的是 未来里面的水冷 像在这一次里面 维吟也一样 这是MWC会议里面来讲 维吟要去公开的 就是什么 公开的就是它非常特殊的 水冷式的一个AI伺服器 这个部分里面 它也会在MWC里面来讲去公开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 我说如果讲AI伺服器 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介绍的都是在齐宏 但是齐宏现在的水冷 正在历经的认证 它未来的亚马逊的订单 它也会有 可是它涨多了 涨多之后你比整个一个 所谓的双红比较贵的时候 那你就留意双红 那双红从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并没有涨 当时候的双红还在多少 还在300多块钱而已 大家还看到吗 就是这一天 1月31号 300多块钱 黑的我跟大家讲 那沿路以来到今天最高 已经475了 这也是涨了100块钱以上 那你涨多 我就说未来的涨多 都会有所震荡跟修正 这是你自己留意 那原项除了整个一个 所谓的电竞滑鼠 它的订单回升 CMOS的报价回升之外 你要去留意的 整个市场上面 比较没有讲到的 它的NRE 你说原项有做NRE 状案设计有 它做的是边缘运算 所以今年这个原项 大概会赚到9块到10块钱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也是基期比较低的股票 这部分你自己留意 那在3月份 可能营收会再创新高的 大概就是东洋 那绿电类我依旧看好了 那你不要去买贵的 你如果觉得四季刚太贵 那就去留意 整个升危人员这一类型的 那在今天里面 你看绿电的一个中心店 也开始去做补涨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好股票 不一定要去选择高高在上的 纯炒作的个股 在对的时机点 迎接对的一个 所谓的未来的大财富 3月份我个人认为 是投机跟投资的转折时间点 你要跟上未来业绩成长个股 迎向财富的大格局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一些联络 跟上鼠方在盘中的一个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扬 于是 陈诺 并非 当赛心 并非 您 请不吝点赞扬 这 请不吝点赞扬 请不吝点赞扬